接下来再继续介绍 这个还很有趣啦 这个就是在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你可以在 投影画面里面 用Tab 1 去多拍几个新的Tab 但其实呢 其实有时候 当你如果你的画 你的萤幕够大的话 像现在大家的萤幕之后 可能27x8还是4 还要更大 那你画面够大的时候 其实那个 另外半边空空的 其实蛮浪费的 所以你可以在 VIP里面 做分割画面 还蛮有趣的 我看一下 你可以 其实有两个用法 一个是New 一个是BeNew 假设你的萤幕够大的画面 当你打这个 一样打 冒号New 的时候 它会分上下 两个画面 因为这个有点小 当你打New的时候 它会这样切成上下两个画面 那如果今天在这个时候 打VNew的话 它会切成左右两边 所以你就会看到 因为我刚刚 第一个先用New 所以它切成上下两半 然后因为我的邮标 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用VNew的时候 它会切 在 那个邮标的地方 再帮你切成左右两边 那 切不是问题 可是重点是 你切完之后 你的邮标在这里 你要怎么移过去这个地方 当然不是用滑鼠 我们的目的就是 不希望抗滑鼠 移动邮标 移动邮标 移动邮标有几个方法 首先 你可以透过 Ctrl W 连续两个W Ctrl W 它就会 一开始在这里 然后再按一次 Ctrl W 它就移到下一个 它会顺时钟的 转到这里 然后再继续 W 它会移到下面来 然后就这样循环 这各位试一下 那个 你可以用New 去开一个 水平视窗 对 水平视窗 然后用VNew 或者VS 然后会 开出一个垂直的视窗 就分割视窗 然后你 如果你要 移动你的邮标 的话 按Ctrl W W 两下 就两个W 就会循环 当然循环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循环可以 精准的一次到位 不然有时候 你明明就在隔壁 你还要绕一圈 这个很逊 所以各位先试一下 先切好 你可以 可能可以切 可以想一下你要怎么切 你要切 上面两个下面两个 或者是怎么切 当你切错的时候 再来 你先用Ctrl W 可以去快速的移动 可以去移动 那个优标 切多个萤幕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是要看 比对左右两边 你要比对两个档案 它到底有没有省哪里 那里不一样 这时候分割画面就很好用 那 不过如果萤幕太小 其实你分割画面 很痛苦啊 所以如果你萤幕 不够大的时候 我个人会建议你 用Tab 用Tab去做分裂 如果你萤幕是很大的话 用分割画面 其实还蛮方便的 当你切完 你切完分割视窗之后 你可以试试看 再打一个Tab1 你发现 它会再开另外一个分页 但是那个分页 就没有任何分割视窗了 所以其实 你大概可以知道 其实那分页 Tab 跟分割视窗 是两件事情 那你可以切换 过去那个Tab 再切换后来 你发现原来 那个Layout 都还在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个 你按两下Ctrl 你按Ctrl W 这样你可以做一个 顺时钟的循环 可是 这样很逊 我想要一次就到位 我想要 如果 我可以随时 控制它 往左边或往右边 这个其实 你这时候 你比较想起 HJKL HJKL 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 上线左右 那你这时候 如果我想要 游标 从 左边 视窗 移到右边视窗 我先按一下Ctrl W 然后再 就是 再按HJKL 就可以移动过去 例如说 我现在 现在在 最左上角的地方 然后我先按Ctrl W 就可以移过去 右边 Ctrl W 在L 那Ctrl W 在H 就会回来左边 那Ctrl W 在J 就会往下 Ctrl W 在K 就往上 所以 HJKL 应用的组合 K 跟Ctrl W 做结合 你就可以让你的 游标 在各个分割四窗 一来一去 要注意 我们其实还是没有用到 滑鼠 虽然 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滑鼠模式打开 然后可以接受滑鼠 可是等于说 你点到哪一个 分割四窗 那个游标子移过去 这个是可以的 可是 那个不是我们今天想要的目的 其实那个滑鼠模式 只要打开之后 就会发现 轻松很多 可是 那个 我们辛苦一点 没关系 这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始打字 因为其实每一个四窗 每个四窗 都是独立的 所以你可以开始打字 然后打字之后 一样可以存档 因为我现在每个都是 都是没有名字 所以 打字 然后存档到 然后移过来 大概就变成长得像这样子 然后每一个档案 每个档案在最底下 都会有一个档名在这里 在这里 那这个因为我们 这个婴儿还没有做任何的 处理出来 但是 那是 那档案 其实还蛮清楚了 它只是看起来有点怪 看起来就是都黑黑的 然后 没有漂亮的视窗 没有漂亮的一些工具列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奇怪 这看着像这个猫猫虫 这个波浪 这个看起来其实也蛮 看不习惯会觉得 有点丑 但是我 我自己 反正看起来就习惯了 那我自己 其实老实说 我自己是看不惯它 所以呢 最后我自己在用的时候 我用了一些方法把它 遮起来 其实遮起来的方法 其实还蛮好笑的 就是 我把这个 这个猫猫虫 这个字 帮它上色 上黑色 然后 就当作看不到 就是跟你 跟女孩子化妆 就是把一些 看不到的这些影像 就来遮瑕 因为我觉得是瑕 所以这样把它遮起来 然后 就是把这个组成黑色 然后就看不到 事实上它还存在 这样滑鼠一坨拉上去就看到 这个 这个技巧还蛮方便 就是你分割视窗 然后 分割完之后 你要知道 你可以 跳到你要的 那个地方去 哦 我这边其实露了一个 还蛮重要的 这待会后面提到 好 我们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 介绍到 我们要怎么去开档案 我们要 我们的开档案 我们之前 现在都是先开个VI 然后 找完值得存档 可是这样的机会 其实并不多 更多时候是 直接用VI 开某个档案 那VI 开档案 其实很 很单纯嘛 就是你只要VI 然后今天的档名就好 然后 如果你要开那个档案的话 就是用VI 直接打 那个 例如说1.txt 就是那个档案名称 就 就接在那个VI后面 然后它就会自己 就会打开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速度相当快 就按下去 马上就弹出来了 这个其实就是我 当初选的VI 的原因 因为速度 真的很快 那 可是有时候 可以 其实它有一些参数 你可以让你 一次 就 开多个档案 然后 这边有三个参数 一个是 一个是 小O 一个是大O 还有一个是小P 这三个参数的差别 你直接来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是直接用小O的话 例如说我多这两个档案 Txt 有两个档案的话 我用小O的算数 它会直接帮我开成两个 就是上下左右 这 那两个是窗 那 如果是用大O的话 它会是左右两边的 就 一边是 一个小O是水平 大O是垂直的 那 还有一个就是 用小P 小P 这个还蛮有趣的 它这个打开之后 它会帮你直接分成两个Tab 就是 你可以看到 在左上 整个Tab 一样 你可以Tab 可以自己切换 可以切换过去 这三个的差别 这三个 偶尔 后面的参数 偶尔会用到 就是当你要一次开多个档案的时候 可能会用得到 例如说 小O、大O 或者小P 这个是 依据你的需求 可以这么做 那 不过 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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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真的常用 例如说 都是这样 一个档案 直接点个直接开 这个是最常用的 但其实BI 可以直接开网址 这个还是还蛮要去的 所以说你要检释也是 还是干嘛 例如说 这样 直接打网址 然后他就开始去 诶 好 这没有装 要打错字吗 好 不好意思 我这是某个外挂中文 可是 那个设定中文才会有 我错了 这不是原始的 这个 请忽略它 各位试一下 这上面是几个参数 上面是几个 剪小O 剪大O 还有小P 以及就是 不加任何参数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 就是BI 接那个档名 然后打开之后呢 要把它关掉 再例如说 那个冒OQ 就可以把那个 开的那个档案 关掉 再来我们 补充一个小技巧 刚刚不是 就打说 例如说BI 然后接档名 但是有时候 我其实有时候 不记得 我那个档名叫什么名字 或者是 有没有 那种比较类 像档案中文的方法 我可以找到 某一个 我要的档名 在不靠 外挂的情况下 其实有个方法是 你可以打BI 然后后面接一个档名 可是那档名呢 其实是一个目录 例如说 你打个点号 或者是打个temp 其实它也不便及目录 那所以 当然 因为点其实在 这边呢 这运动一次世界 是代表这里的意思 所以当你打这个点的时候呢 它就会跳出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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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移到 例如说 移到这个2点 那个 txt 按enter 进去里面 可以用这个方法 或者是 其实这个temp 其实是一样的 它的编辑目 编辑目的意思就是 你会看到这个 这个样子 但是 我后面会记到一些 外挂 或者 会让这个 变得更漂亮 更方便一点 这是比较 我 算是 基本的方法 自从 有那个外挂之后 就没有用过这一招了 因为 那个外挂之后 真的太方便 再来 有一个 这个 这个 Buffer 这个观念 是 在很多编辑器 其实 一般的编辑器 没有这样 Buffer Buffer 是指说 我这个VM开起来之后 开过的答案 那 这个操作比较稍微複雜一点 Buffer 有点像是 你的历史记录 但是 仅限于目前 还开启的状态 的 档案 我直接来看一下 我先把 BI关掉 我现在是 诶 还有一个 我先打开 例如说 我先打开 1.txt 然后 开完之后 如果我再开另外一个档案 就是 2.txt 的话 它会 马上开起来 另外一个档案 但是呢 那我刚刚第一个档案 跑哪去呢 然后 其实它是在 它其实还在 而且还是在开启状态 只是说 我现在可能 看不到它 那 因为它其实是在 Buffer里面 那 Buffer 如果你要看的话 你可以 你要看你现在Buffer里面 有什么 就是你目前 已经开启的Buffer 已经开启的档案 有哪些的话 你可以用ls nullist 冒号ls 其实还出现在 最底下 会出现一些 列表 然后 这里其实 有好几个 像这里 例如说有 警字号 然后 有一个 百分比A 这代表一些特殊的意思 像这个 百分比A 我记得就是 目前开启的状态 不是 这样 是不是 不是 是 那个 这个 这个 警字号 代表说 你目前的视窗 是在哪一个 哪一个画面 目前视窗 是在1号 这一个 不过这只让你看到 你目前有哪些Buffer 是已经开启过的 那Buffer 后面应该也会介绍到 有些Plugin 可以管理Buffer 因为Buffer 其实是一个 很方便的工具 因为你可以很快速的在你刚刚开启过的档案里面 可以快速的做切换 然后 但是 就是 看每个人的习惯 有些人习惯 你开多个档案的时候 你习惯 会用 会用 分割视窗 有些人习惯用Tab 那有些人是单一视窗做到底 那单一视窗 因为他可能很清楚 他发挥有哪些档案 所以他可以很快的 例如 TowerList 可以很快 跳过去 然后再跳下去 然后的确 坊间里有很多外挂 是有 那个 Buffer的管理 但是我们这边来讲一些基本的操作就是 Buffer你可以把它列出来之后 因为我们这Buffer不够多 我再开一个档案 OK 好像错了 好 我现在 那个 我立了LS之后 我就看到目前 我这个Buffer有开了上个档案 然后上个档案里面 呃 如果我想要 跳回 第二个档案 就是第二个Buffer的话 我这时候只要打 冒号 B B 是指Buffer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Buffer的这样的切换 我自己 我自己是很不习惯 可是有些人会习惯 因为说 当我打B3的时候 就代表说 我要跳回第三个Buffer 但是我没有不知道 第几个嘛 所以我先看LS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 我目前有哪 有哪 有几号 有几个Buffer在这里面 前面呢 那有123 那是代表他的编号 所以当我打 冒号B1的时候 他会跳回去 第一个档案 冒号B2的时候 他会跳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一个 那 这个各位可以试着操作一下 就是你一个单一视窗 单一画面不靠Tab 其实Tab也是 开Tab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我也是 你即使是开 再开一个四 我现在有几个视窗 我现在有四个 有四个档案 然后 但是我这一个 这是这个Tab 这一个画面 有两个Tab 然后 我想跳到第三个 我想跳到第三个 你都底下看不到 对不对 不好意思 那个 你当你打LS的时候 就会列出你最底下的 那个 目前你这个 这个VI里面 开了 目前已经开了档案 包括你的分割视窗 包括你的Tab 如果你想跳到某一个 你知道 因为前面有它的编号 1234有它的编号 所以如果你要跳到那一个Bucker区的话 你只要打冒号 B 然后62 它就会跳到第二个Bucker区 这个 各位可以试一下 你要LS 可以先看 LS可以看 你目前的VIM 开了哪些档案 那 再补充一个是 那个 BD 就是D D是D立体的意思 所以呢 当你在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打BD 会把这个Buffer 给关掉 这个Buffer 关掉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Q吗 Q是离开 但是其实我只是要关这个档案的话 可以用BD 这个Buffer 把它D立体成掉 然后就 就少了一个Buffer 就少了一个档案 然后 你要注意 它的编号不会因为这样而D譜上去 所以你看 我刚刚删掉的是第二个 二号档案 然后它现在全面表现第三次 我要再跳到B4 又跳过来 就是用Table 有了 有了 其实你只要开的档案 它都会在里面 只是 它 当你今天用分割式中 或者是Table 的时候 你用B在做切换 可能不会出现你想要的结果 因为 你的那个 档案 对于Buffer来讲 它就是一个已经开启的状态 已经开启的档案 它会在你目前的这个地方 把你刚刚的档案拉进来 所以如果你是Table的话 它会出现在你当下的Table 如果你是分割式窗的话 它会直接出现在你当下的那个Table 那Buffer这个概念 其实在别的编辑器 可能没有那么的直觉 因为大部分的编辑器都会 一个档案就是一个Table 或者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视窗 那在VI里面 除了Table跟分割视窗之外 你也可以用单一视窗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 最后面有个TableBA 这个是炫技 然后我到目前老实说我没用过 但是我觉得很选 TableBA就是把你说 目前的Table 目前所有的Buffer 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 一个视窗 可是呢 我现在里面有三个档案 已经开了三个档案 那那个TableBA 它意思就是说 把你目前已经开的这些Buffer 全部展开成Table 所以你看 本来上面是没有 然后把你那一三次就全部展开了 所以 这个技巧蛮炫的 但是 我 用过一两次吧 但是 通常不是 真的不是 很 对我来讲 不是很实用的技巧 因为那个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那也有些人就是 他开了很多档案 他想要一次看 那你就可以用TableBA 就可以把节目展开 所以这个Buffer 大家可以试着操作一下 用List可以把它列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VIM的 嗯 就算是基本观念嘛 就是它有一个 那个 有个叫Text Option的东西 那 这个很有趣啊 当你 学会这个概念之后啊 你在 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 猜出来 那个指令 怎么用 或者是猜出来 那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例如说 D3W 这个 因为我已经答应结束了 所以这还蛮容易猜的 你可以试试看 我直接试给大家看 就是 今天我有三个字啊 非常好 非常好 如果你是三个字 D1W就是一个字都不见 如果你是D3W V字3 那三个字 看起来很确实很快 然后 但是 重点是在于 你要知道 这三个字 加乱组合记 是代表于 什么意思 这些 这些 观念在 VIM里面 都是其实通用的 D1呢 通常代表是三处 W呢 通常代表是一个字 那中间那个量词 就 就不一定是三 它可能是一个处字 然后也许是1 2 如果你没有给它的话 它就是一个字 那 各位还记得 我们早上不是有提到什么 V.I.T V.I.W 你把这个 3 换成I的时候 它就会指说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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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标所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位置 然后 那 Word 也可以换 所以今天 如果今天是 因为 再看一下 后面还有E 例如说 像这个 然后 错字等我一下 像这个 刚刚我们提到 像 IE 跟 A 这两个差别 如果今天是 V.I.E.W. V.I.E.W. 的话 其实这个 这个 就是看不出什么差别 因为 你用 A 跟 在这个地方 你用 A 跟 I 没有什么 太大的差别 重点是 其实 其实 要讲 I 跟 A 啊 I 通常是指说 在这个 这个 标 的 所在地 那 A 通常是指说 在这个 标的所在地之外 还包含 旁边的 一点地方 不过 这个例子 有点烂 我们刚刚 早上那个 很清楚的 就是说 DIV 这样好了 这样比较清楚 然后 然后 当我要选取 这个 tag 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我是用 B 是进入 那个 选取模式 I 变成 就是选取 里面的 那个内容 然后 T 是 tag 就是把 我这里面的东西 选起来 那如果是 VA 那 A 的话 就是会包括 那个 tag本身 所以 我当中选取 V 然后在A 就是Around 就是这个本体本身外面 tag 会连tag一起选起来 那这个 V呢 其他还可以做一些 组合 例如说 我可以把这个V 换成D 然后 D I tag 连tag都不见 然后 D D D A T 连tag都不见 那或者是 我把今天的D 换成C C C C等于D 之后 再 再按I 进入编辑模式 C的角色 有点像 就是当你按C等于 我把东西删掉之外 然后 又再按I 进入编辑 那 所以一样可以 就做台A主 我要把 当我按C I T Tag 里面的东西不见 当我按CAT 里面的Tag 里面的东西不见 但是 而且它同时就进入编辑模式 所以 你可以试试看 用V-I-T V-A-T 然后 D-I-T D-A-T C-I-T C-A-T 你可以试一下 就是你用 编辑 你就随便打 打个Tag 你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 T是指Tag 那你也可以把T换成别的东西 其实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在 V-I里面的每一个 它每一个东西都是 例如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都是一个 它代表一个意思 它可能是一个动词 可能是一个形容词 像 前面这个 D跟C 就算是 还有V 它就是因为它换模式 所以它可以想到它是个动词 然后 I 它是一个 I跟A是一个范围 是一个形容词 然后最后面Tag 可能就是它的 D 地点 它可能是一个字 可能是一个Tag 可能是一个双引号 这样的排列组合起来 你就可以 有时候 如果你想删掉某一个 某一个地方的字 或者编辑某个地方的 内容的时候 也许你当下还不知道 怎么用 可是你可以猜 你可以猜得出来 你如果要删 大概用D D 然后I 那可能什么什么 DIP DI什么的 或者DI大括号 之类 说不定你就可以 猜出 你要的结果 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 排列组合 但是你要知道 它每一个 代表是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 我们统称 它叫做 Text Object 所以如果你要看一些 更详细的资料的话 你用这个VIM Text Object 你可以去网上 Google到一些 VIF Text Object 你可以找到一些 字 一些参考资料 这一篇其实写得很不错 这一篇 这一篇虽然是 几年前的文章 可是写来蛮清楚的 例如说 而且它还有标记这个 位置 P啊 P可能P是一个段落 可以吗 想起来 然后 这还有很多东西 但是其实如果看久了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就是一个 排列组合 那它的原理就是 大概是这样 就是 前面一个 动作 然后呢 一个形容词 以及它的单位 或者是量词 或者是它的什么 例如说是一个Tag 是一个双引号 或者是一个单引号 之类的 或者是一个段落 都是这样组合出来的 所以各位可以试一下 这个 这个 试起来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这个 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一瞬间 把什么什么东西弄不见 然后一瞬间 又把什么东西又 又 又修改掉了 然后像这个 接下来这个 这个P也是 这个AP 就是在 应该其实Around 比较 比较合适 然后 像这个P呢 我们来写一段 这是一篇有意义的文章 好了 好 我要选这一段呢 我可以这样 就是用V模式 然后开始去选 然后 但是其实它可以 例如说VIP 就可以选一整个段落 那 其实它重点就是在那个P P代表是Paragon 是一个段落的意思 所以你看 我们只要知道说 例如说P代表的意思 然后你又可以组合V 组合V 然后组合 组合那个量词 例如说位置啊 然后它组合那数量 所以你现在想 假设你想 V3P 什么意思 V3P就是 V3P 我取了不好的一P字 那个 就是V4P好了 V4P 它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一次选取 四个段落 而且是用在Vision模式底下 V4P V4P V4W就是 一次选取四个字 然后V 然后D3P 就是一次删掉三个段落 都是排列组合 可是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在 VIP 算是 可能需要记得 一些 一些 动词 形容词 跟名词吧 你需要知道这些动作 需要这些 量词 量词你可以用 I啊 A或者数字都可以 看一下 在VIM要做 然后做程式的折叠 折叠就是 你把一些东西 把它缩起来 把它关起来 把它折成 折成同一疊 因为 例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这边有几行 看起来像是Ruby的程式 然后 如果这里面的东西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 对我来讲 我在乎的并不是里面的 我在乎的是 就是你在里面的 正面的内容 那我 其实我想要 暂时不想看到 那么多东西 因为我画面 画面大小有限 所以呢 我可以把这三个选起来 然后按 Z F 就会缩起来 暂时缩起来 Z F 就缩起来 然后 如果你想要把它打开的话 你可以按 Z D 就是把它删掉 D 你可以想要就是 删除 然后 Z D 就砍掉 然后 你选起来 Z F 就把你选择的 把你选择的 把你选择的 把你选择的区域把它折起来 这个 你各位写程式有时候 应该很常用到 而且很多 面试器其实也有支援的功能 就是 那个折点 再 你可以用 Z F 去把你选起来的那几行 把它折起来 然后 Z D 可以把你选 选的那几行 就把 你刚刚选的那个fold 那个 就把它打开 常用常用呢 这个也是看个人的习惯 我自己是 几乎不用 因为我觉得它很痛苦 因为我不知道里面 我不知道 那个fold里面的东西 写什么时候 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 我觉得 我还在看到里面 所以 反正现在 大家营幕都很大 所以没插那几行 不过 每个是一样 每个习惯不同 我自己习惯是 我希望看到 fold里面的东西 所以 其实对我来讲 我几乎不用这个 几乎不用这个fold 但是 有些人用得很开心 好了 我讲那么多 我还没讲到怎么样 编辑 像我们刚刚讲了 怎么样去 移动 移动游标 然后开档写档 然后 但是其实 我到现在还没有 开始在编辑东西 这说不过去 因为我们在讲 就是编辑器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这编辑 当你要写 你要开VM 总要做一些事情 这几个 我只列出 常用的一些指令 例如说 你用大写D 你可以把 你所有的内容 在你当 在你那个 那个 讲那么多 直接试给你看 我讲说我现在游标在这个地方 我的大写D 就是把后面的东西全部清掉 就是在我这个 例如说我在这个 K这里 当我按大写D 之后 只会剩 123 这样好了 当我在这个 这个地方 按大写D的时候 只会剩下 123 就是把后面行为 全部删掉 要注意 我现在不是在编辑模式 我现在是在 移动模式 就是那个 正常模式 按大写D 就不见 那 按大写C C呢 就会 其实一样效果 其实各位 你看了好几次之后 应该会知道 C等于D 加I 就是把东西删掉之后 进入编辑模式 所以我这个地方 按大写C 就会把东西删掉 并且进入编辑模式 你看左下角 要变成阴盛模式 那再来就是 好 这个很长 这个很长 这个 这个技巧很有趣 这个DG跟DGG 各位应该记得 GG跟 大G跟小G的差别 然后 这个都不够多 因为GG就是跑到最上面 这是最top的地方 然后大写C就是跑到最 bottom的地方 所以 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要 我要玩排列组合 就是我这个用 按 D大写G的时候 会从 我游标当下的地方 后面整个 整块都会被有 到行尾 都会整个 到整个档案的尾巴 都会不见 所以它当我按 D大写G的时候 咦? 眼睛不见了 好像不太对 等一下 它会脸那个 咦? 反应 反应 怪怪的 不知道是我 我这边的 我的问题 因为我记得 DG呢 它会删掉在 游标之后的 所有的东西 直到最尾巴为止 然后DGG呢 会从 它游标的地方 往头 头去砍 例如说 我在这里 会往前面去砍掉 不过 看起来 应该 看起来是 它以行为单位 所以不是以客舍为单位 然后呢 X啊 也是砍一个字 也是 砍掉一个字 例如说 也不用理由 就是你按X 就会开始砍 但是要注意 我不是进入编辑模式 我是在 一般模式底下 砍字 你可以 当然如果你要砍掉 这个123 你可以先进入 按I 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按Buck键 Buck键 去砍 砍檔案 可是 其实你并不需要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按X 就可以砍掉一个字 砍X 就砍掉在游标 当下那个字 或者是你要多一点 按 选起来 就是因为你可以 选取 你进入编辑模式 选取 按X 就把你刚刚那个 选取的 那个部分 整个就把它砍掉 好 各位先试到这里 试到X 这个地方 就是DR C DG DGG X 到这个地方 试一下 你可以 再不进入编辑模式 就可以去砍东西 或者是去 也许是砍在一行 也许是砍在一个字 或者从游标的地方 砍到行为 你能有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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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